现在政府一直不断跟我们宣称 说其实蔡英文总统在她的任内呢 已经基本工资她是连期涨了 感觉好像涨了很多 现在涨到哪 两万六千四 那我相信其实很多可能跟我一样 现在在台北租房子的年轻人来说 其实你说这样 如果真的薪水只有基本工资 或是可能三四万 真的可以够用 然后在台北去生活吗 像主记总处也有提到 他说今年呢 一到二月经常性的薪资呢 是年增了百分之二点三九 但问题是我们扣除了物价因素之后 来到多少 实质的经常性薪资 是年减百分之零点三四的 所以导致了现在是创下了近十年来 同期最大的减幅 所以我们要先呼吁政府 不要再用一些很这种包装的 美化性的一个数据 想要来告诉我们说 现在这个经济有多好 甚至像之前前一阵子 可能一直不断的宣传说 我们的股市也来到了多少多少 政府他常常会用这样美化的数据 然后去做一个包装 但是跟我们实质上 现在面临到一个通膨高物价的一个环境 比较起来 完全没有感觉 举一个例子哦 因为现在劳动部呢 有显示说 2022年的平均年总工时有下降 降到多少 2007.6个小时 问题是这种下降程度 其实还是非常有限 台湾的总工时 现在还是位居在全球的前五名 但现在台湾还是一个过劳之岛 好那再来 现在第一星期衍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一个是人口问题 包含现在小子话 刚刚提到的 如果薪水不太够 然后你甚至不敢去买房子 去成家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甚至不太敢去生小孩 孕育下一代 再来是最近大家看到很多的治安的状况 比方说像新北的枪击案 或是我们看到这种柬埔寨的人蛇集团等等的 这其实也是反映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或是学生朋友 他们可能从在校园的时候就发现到 以后我可能出社会赚得不太够 所以他很可能会受到这种高薪的诱惑 然后去加入到这种犯罪的集团跟产业当中 当然其实涉及到的一个层面 甚至我觉得到动摇到国安都非常有可能 所以我们现在认为 政府你不要只是去忙于补漏洞 可能每次都是发生了一个这种 什么社会安全网事件 然后说我要去补破网 我要去补漏洞 但问题是你还是最后是治标不治本